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真烦恼 这里真烦恼 这里真不如意 这里真不如意 这里不烦恼 这里如意无碍 到这里来 我给你讲经说法 不施 是修养我们 懂得施舍 借持 修养人心向善 天堂就是行善的结果 欲念的害处 就是令人烦恼不安 因为陶醉在武运中 出家的益处就是能离一切苦恼 心的苦恼不再生 佛陀佛在讲四圣地 当佛陀讲完 耶瑟就正得虚陀还祖 这是我儿子耶瑟的鞋子啊 你们在这里躺 我自己去看看 耶瑟父亲来了 如果现在让他看到儿子 会妨碍耶瑟的证悟 请问您坐在这儿 有没有看到我儿子 我儿子叫耶瑟 您先坐下 来听听我说法吧 听完就会见到您儿子 佛陀再重复 刚才给耶瑟讲过的吧 哎呀 您的开导 使我归眼见佛 我再次立岳 愿归依三宝 为佛教幽婆赛 耶瑟 快回家吧 你的母亲哭泣不停 整天都在挂念着你 快回家去吧 耶瑟听了两遍佛法 他已经误觉正道 正得阿罗汉国 不再过俗家的生活了 耶瑟 你已经得最高妙法 佛陀呀 今天早上 请佛陀到我们家 接受我们的供养吧 当耶瑟的父亲回家后 耶瑟 请求佛陀为他剃度 成为佛弟子 耶瑟的母亲和妻子 在听完佛陀的教法之后 都得虚陀还果 他们愿归依三宝 为佛教再加重的第一对幽婆遗旨 毕摩罗 善毕 满圣 且范婆提 你们几位 都是我在家时最好的朋友 而现在 我已经当比丘了 不再过问世间的事情 所以 你们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我们听说 你已经剃度了 深信你这么做 一定有你的善见道理 所以 特地前来这里看你 既然如此 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指导我 发现光明道路的佛陀吧 恭请佛陀 讲经开导你们几位 跟我来吧 诸位 如果你们知道什么是善业 恶业 什么是善业 恶业的根本 知道衰老和死亡 衰老和死亡的因缘 以及熄灭老死之道 知道什么是苦 什么是苦之因 行灭苦因 就能离苦 得涅盘乐 只要你们透视这一切的缘起 就是正见 你们五十个人 都是周边国人 也是我的朋友 有什么困难的事 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 我们五十人 听说您剃度出家 非常的敬仰 所以想跟随您出家 真好 那我就带你们去见佛陀 你们自己向佛陀请求剃度吧 你们听着 佛教比丘 要体会到 一切法是无常 不该执着 当你们精进修行 细微思考 就会领悟到苦也好 乐也好 不苦也如此 不乐也如此 知道苦和乐的缘起 一切有违法 皆由因缘而生 以生 助 意 灭 一切现象与万物 经常转变不息 当你们看破这样 反复无常的真理 知道无常的苦空 就不再执着 诸位比丘 现在你们已经误得至高无上的佛法 你们去吧 到各处 去弘扬佛法 度化众生 但是记着 不要两个人走同一条路 我自己要到幽楼平罗聚落去传法 你看 因为那些红楼妓女 使我们三十个人 这么辛辛苦苦的 走到这木棉园林来 就是嘛 把我们朋友的衣服 还有装饰 全部都给偷走了 要是找到人的话 哎呀 你看 有个沙门坐在树下 我们去问问看 说不定啊 他有看到那些妓女 长者 您坐在这儿 有看到身穿绿色衣服的女人走过去吗 她偷了我们朋友的衣服 还有宝贵的装饰跑了 我们一路追赶过来 但是都没有找到她 你们认为 寻找那个女人好呢 还是寻找自己好呢 啊 我还是寻找自己好吧 那么 我就说法给你们听吧 有智慧的人 让自身远离贪欲 不陶醉在五欲之中 认为这短暂的快乐 好比鱼儿贪吃 所以被鱼钩勾住 挣扎在痛苦当中 巴陀罗群 如今你们都已经是佛教弟子了 从此刻起 你们就分路去宣扬弘法 那去传扬佛教 力乐众生吧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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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 店章 十 20 20 20 行者 你为什么到我的京社来 幽楼平罗家社 我想来求个地方住 我是试火教 可是这个行者的信仰和我的不同 怎么能让他住在这里 这里已经没地方可以住了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但我要提醒你 你必须走远一点 因为这泥连禅河 沿岸地方 都是我火教三兄弟的地盘 这里呢 是我幽楼平罗家社的京社 有五百弟子 至于对岸那边 是我二弟 纳提加社的地盘 有三百弟子 至于在过去 是我的小弟 且也加社 有两百弟子 那里全都住满人了 但我看到这里有个空位 哪里啊 你的火堂里 你就让我住在那火堂里吧 行者 如果你想住在火堂那里 我没什么意见 不过我必须提醒你 那里面有一条大蛇 非常的恶毒 住在那里相当危险 我怕你会白白送掉性命 幽楼平罗家社 那条大蛇 不会伤害我的 只要你能答应 让我住下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就住下吧 行者 没关系 得不准备 作词 文字 对 写 好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那个行者可能被大蛇的火烧成火炭 啊 这行者神通不凡哪 但他还不能跟我比 他不是阿罗汉 阿罗汉 这个行者神通真高强 连天上各层的仙人每天晚上都轮流下来听他说法 不管神通多高强 也不到阿罗汉的还比不上我 雨那么大 到处都被水淹没了 那个行者可能也被洪水冲走了吧 师父 师父 您看那边 阿罗汉的火炭 这出家行者真是威力高强啊 无论如何还是不如我这阿罗汉的 这幽楼平罗家设真骄傲 自以为是阿罗汉 太固执了 幽楼平罗家设 你的修行方法不是证悟的正道 怎可以自以为是阿罗汉 你不但骗自己 还要欺骗别人 你如果放弃执着 跟我修行学道的话 不久你将得到阿罗汉国 我醒悟了 我愿归依为佛弟子 请您为我讲经说法吧 你是金舍之主 下面还有许多信徒 你先去告知他们吧 这是祭祀火神的用具 怎么会顺水而下呢 我哥哥 幽楼平罗家设 跟纳提家设的金舍 就在水的上游 我哥哥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了 幽楼平罗哥哥 大提哥哥 铁爷兄弟 现在你两位哥哥已经找到正道了 你快去带你的两百信徒 来拜见佛陀 请他为你指点光明之道 你赶紧